大家好,我是WBG Type Type的Eddie拳手Light 大家好,我是WBG打野 欢迎两位 首先恭喜你们在这个夏天的结尾 用全球总决赛的门票 画上了一个最圆满的句号 我想这两天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当你们最后真的真的 推掉对方水晶的那一刻 最直观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从来没那么爽过吧 他在呢 就今天比较没有压力吧 因为前两个BO5比较压力大 今天就放松吧 放松去打 而且今天也是拉满的一个BO5 因为这个夏天其实对于WBG来说 并不算特别的顺利 也是苛刻碰碰一路走到了这里 下绝之后 其实大家的一个状态 包括心态调整 也成为了所有的粉丝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除了我们会被淘汰 所以大家非常好 辛苦了真的 谢谢选手们的坚持 因为此战真的就是定乾坤了嘛 要么直接晋级到2024全球总决赛 要么这个夏天的故事 可能真的只能写到这一张 所以今天在赛前的时候 你们站在这个台子上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紧张吗 会有一点点紧张吗 两个都 对对 其实自己今天一点都不紧张吧 因为自己现实中很多朋友也跟我说 要笑着玩嘛 笑着去打游戏 对 然后自己今天确实是笑着去进行游戏进行比赛 就 很好 就已经在南京被拎币流了 所以说没有再有压力的情况吧 就放松去打了 因为这一战是谁笑到了最后呢 谢谢今天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 谢谢南京 因为这场比标舞的话 上来啊 其实双方队伍都感觉好像手不是特别的热 但是第二局 WBG这边的状态明显回来了 连下两局 我们先问一下Lite 当时你女枪抢到那条龙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把局势完全的抓在自己手里的 那波的局势是怎么去判断的呢 那里其实 自己看到他但被你都顶走了嘛 那里就自己 其实顶得蛮集中的 就一直在等一等 只有等对面失误 再就抢那条龙 所以就感觉运气特别好吧 然后 感觉那条龙抢下来 今天就会赢一下吧 对 真的非常关键 那来到决胜局 战歌响起的时候 我们看到BD最后两手 留给了中叶 看到小虎选择到永恩的时候 其实好像 塔尔桑跟小虎一直有在交流 而最后一手你们选择了大树 当时队内的一个对于英雄选择的沟通 可以跟我们稍微的聊一下吗 就我们准备了几个英雄吧 然后 撒谎被翻了之后 就只算了一个永恩 然后 问小虎有没有自信 他说有自信就选了 自信 永远是你的王牌 那其实这一局 决胜局的时候 开局对方选择了一个主动的一个换线 可能说要给到线上的人的压力 那下路的情况下 基本上是一个小小空场嘛 那作为下路选手的话 你当时的临时调整司机会怎么做的 其实 就无论如何都会 可能领先对面一个路程吧 然后其实我们已经是没有做好准备的 就是也挺惊讶的 那最后的这一波大龙团 也是让你们拿到门票的这波团 当时的一个指挥决策 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他咱还记得当时的一个情况 就大龙那一波吗 对 团灭对方那一波 就 已经他们打也没什么 所以他们是 有很大的压力吧 所以我们就 就 平常就正常打了吧 就正常沟通 那你觉得今天 连拿三个MVP的Lite选手发挥如何 Lite今天就完喊兵 所以大招就很准了吧 就厉害 厉害 刚刚好像我们在台边后场的时候 粉丝们一时高喊着一个词 是什么 能不能再喊一遍 东神 怎么样 对自己这场资格赛的发挥还满意吗 感觉打得还行吧 只是一个还行 因为前路还长 现在你们已经晋级到2024全球总决赛了 怎么样 重返这个舞台 有没有什么想给这一次的舞台证明的事情呢 其实自己是对自己非常有期待的 然后大家就 世界加油吧 这世界现在会好大 对 快乐呢 希望对一起继续加油 然后希望拿得到就很好的成绩吧 希望这一次世界能再一次看到属于你们身上的这一束光 那最后 有没有什么和这一路来陪伴你们的粉丝们 以及和队友们和自己享受的话呢 灯仙来 感谢大家吧 就感谢所有人 自己就 就只站起来 加油 来 Herson 给队友说的话 其实我们两个月之前是 完全没想到走到这里 但是我们 所有人 就选手和教练 然后工作人员一起 很努力到这里了 所以就 很辛苦了 谢谢你们一路的坚持 谢谢你们以勇行己路 再次感谢两位学生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的环节 那本场的BO5采访到此先告一段落 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Spotlight 这是我们的赛后采访的环节 今年我们的赛后采访的环节 现在叫CM 西兽 这场比赛的编曲 今天对他们的赛后采访的环节 也对我们的赛后采访的环节 就是这里面对我们的赛后采访的环节